亲爱的大家 我现在是在莉莉酒店 台东莉莉大酒店这边哦 它距离市区呢 大概不到10分钟 那先介绍这边的话 是属于就是他们 算是迎宾饮料区啦 这边的话24小时呢 都可以喝到饮料 好喝的饮料 无限量的提供 这边有柳橙汁 还有一个叫帝王茶 这是非常特别的帝王茶 那这边的话是咖啡喝到饱 还有泡茶的区域 有红茶有绿茶 这个还有咖啡 研磨咖啡可以无限量喝 那除了这个室内的空间以外 这么漂亮的空间 让你在这边喝下午茶 喝个茶然后聊天 户外户外也有 户外这一区的话是非常特别的 外面这一区也放了很多椅子 或者是有的人早餐呢 他不想在里面 他就来外面吃也是OK的 还有这边有一个网美的墙 这边网美墙还有一个荡秋千的地方 晚上这边也是可以聊天的 而且他们非常贴心 他知道有些人饮君子要抽烟的话 那边有放你的烟蒂的地方 还放了那个咖啡渣在那边 这是饮君子的一个地方 在外面户外请不要在房间 拜托真的这么漂亮的房间 不可以在里面给他抽烟 他们还提供你这么棒的地方 晚上这边的话是小孩子 可以在这边活动的一个范围 在这边 然后凉凉的出来吹吹风也OK 像今天其实真的也不会冷 非常舒服 然后外面空气又很好 那可以入来这边休息一下 那重点是什么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重点就是晚上的时候呢 你们记得我们送给你们的火锅的话呢 要早一点吃 早一点吃完火锅之后呢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之后呢 洗个澡 喘口气 下来干嘛呢 一楼给我集合一下咯 集合集合 我呼叫你们集合咯 为什么要集合呢 因为在这个棒的地方 一样吃晚餐的地方呢 他们又准备了消夜场 天哪是喂猪行程吗 他就是这边要记得嗶嗶一下 要嗶嗶一下 然后呢 喷门手进来餐厅的地方 记得 而且他非常贴心的 那你看到大门口 我们看到 厨聚荡义门 在这里 有出去的话 进来的话记得 经过那个大门 记得经过大门 这个要进来一下 然后喷门手 喷门手进来 OK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介绍 宵夜的部分呢 哇 吃到饭了 真的是撑死你 我跟你讲 我们是不是已经送给大家火锅了 送了火锅之后 他们真的怕你有够伴到腰 那怎么办呢 又带小孩嘛 对不对 这边他们很贴心 准备了宵夜给你们吃 那我们可以看到宵夜有什么呢 像这个就是 有没有看到 饭 白饭干嘛呢 我儿子最喜欢的 滷肉饭啦 有没有看到 滷肉饭给他吃下去就对了 滷肉饭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走过来走过来 好我们就这样看一下 这边有什么 哦 青州小菜的好朋友啦 这边有青州小菜好朋友出现哦 青州小菜给你们吃的好朋友 这个呢 老人家的最爱 像我爸妈就是青州小菜 奇怪 他们走到哪就觉得有这个 他就很开心 有时候就是真的要缺一味 就是青州小菜这一味啦 好我们看一下 有小菜当然就要有青州的部分咯 哦 在这在这在这 好 那这个是什么呢 哦 这个是小孩爱吃的啦 这个修点变化了 这有类似鹼 类似鹼 我觉得 应该是里面还有加肉呢 还不错哦 这是咸粥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呢 这个是什么呢 好像看起来是番茄的 番茄口味的酱 番茄口味的 里面不知道加了什么 有没有加肉 目前看不出来 吃吃看才知道 好那这边呢 还炒了青菜 炒了高丽菜的青菜哦 这个是宵夜场哦 好 这边我们看一下蒸笼的部分 哦 这个我爱吃的芋头 有芋头的哦 这个我爱我爱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哦 这个也不错 小馒头 刚好小朋友很喜欢的小馒头 好 OK 这边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应该是类似 里面包红豆 是豆沙那种感觉的 这个是类似豆沙包的感觉 好 看一下这个呢 哦 哦 很烫 要小心哦 小朋友你不要乱摸 好 要让爸爸妈妈来摸 因为呢 真的会烫 阿姨跟你们说会烫会烫 小心小心 好 那这边呢 还有烤面包机哦 那记得先烤面包 先烤面包 再来涂酱 好 这边有酱 先烤面包再涂酱 不要先把它涂上去 拿去烤 那个机器真的会坏掉了 记得哦 OK 那这边就是我们在莉莉这边介绍的 宵夜场次 宵夜场次的宵夜场哦 真的是很赞吧 超赞的 它就是喂猪行程 提供了晚餐以及宵夜 宵夜的话呢 就是随便你自己拿 那这边拿的宵夜呢 再去那边拿饮料进来 可不可以 OK的 可以去把饮料拿进来喝 拿进来喝咯 好啦 这样子 宵夜介绍完毕咯 就欢迎你们来试试看咯 延空 5 7 görd ho